阿帕契攻擊直升機一字排開 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更顯氣勢 經歷4年的換裝訓練 台灣第一支阿帕契作戰隊成軍 預計明年下半年達到全戰備的目標 成為捍衛台海安全最有力的屏障 陸軍司令王信龍表示 阿帕契配備長攻雷達與先進的預警及反制系統 可以進行360度全向空地的搜索 並在數秒內顯示最具威脅性的16個目標 且對目標同時發動攻擊 因此被稱為坦克殺手 具有反突擊、反滲透、高航速的特點 是地面裝甲部隊的克星 台灣自2013年11月至2014年的10月 陸續向美國一共採購30架AH-64E 總計134.4億人民幣 但在2014年的4月 編號808的阿帕契坠落民宅 因此目前只剩下29架 2015年又發生了貴婦团阿帕契的風波 重創陸軍航特部形象與士氣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表示 現在可以成軍 他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我們的後勤維護 到作戰兵力的投射 已經達到成熟的階段 所以成軍是有一個指標的意義 那這代表台灣最強的這個立體作戰的兵力 已經達到可以保衛國家的戰力 阿帕契重型直升機的火力強大 最多可以掛載16枚地獄火飛彈 未來將可以與中型的直升機 已經服役幾十年的AHEW超級眼鏡蛇 以及OH-58D輕型直升機 形成三種直升機火力彈性用兵 台灣採購的阿帕契直升機為世界最先進的機型 與美國同步換裝 如今首支作戰隊順利成軍 將使陸軍的戰鬥力再升級 不過成立後 僅達到初始的戰力 待明年第二支作戰隊成軍後 才能形成全戰備 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記者 苗秋菊台北報導